引起全台缺蛋荒 不少烘焙業者非常苦惱 不過現在有業者研發 無蛋奶甜點跟麵包 卻完全不受影響嗎 包括純豬蛋糕 它就是用南瓜 水果 豆腐來替代 那麼透過技巧 海綿蛋糕蓬鬆口感 也能夠百分百重現 各個精緻繽紛 水果塔 杯子蛋糕 就算少了雞蛋 一樣能做出高水準甜點 它膠質或者是經過高溫烤的時候 去釋放的時候 它就有那個雞蛋凝固的功能 整顆南瓜連皮袋子打成泥 蛋糕本體用麵粉糖 南瓜泥和植物油來製作 取代傳統的雞蛋和奶油 內餡把梨子腰果打成泥 綿密口感一層鋪一層 還有大塊梨子丁 裝飾完成就跟一般蛋糕 毫無分別 其實沒有雞蛋的話 那就會有天然的這種 蔬果的香甜的味道 它多出來的味道 會讓整個甜點 在那個表現上面 也不輸給有雞蛋的這個蛋糕 咖啡廳全部清色不用蛋奶 水果塔皮也沒有奶油雞蛋 幾近滿滿卡士達醬 用的是南瓜和豆漿 主廚獨家研發 無蛋無奶全植物蛋糕 用南瓜水果豆腐豆漿來替代 蔬果天然的植物性膠質 水溶性纖維替代雞蛋的凝結功能 也避開了全台缺蛋巢 熱騰騰麵包出爐 另一家主打純植物食材的麵包店 店裡熱賣蛋沙拉寶裡頭可沒有蛋 用豆腐馬鈴薯Q彈口感 鮮奶黃包流沙內餡加進腰果胡蘿蔔 好稱吃美食更沒負擔 客人的反應都覺得 哇 比較沒有負擔 但是它又保留它原本很好吃的口感 粉色誘人 草莓芙蓮 百香蛋糕體 豆乳慕絲 香甜滋味擄獲不少陶客的胃 其他的可能會越賣越貴 或者是取得來源越來越補益 但是我們主打的不用奶蛋的食品 植物性的飲食 然後吃起來更沒有負擔 口感上和一般甜點沒有太大差別 不用蛋奶的純素甜點 面對缺蛋荒 反倒沒成為螞蟻人們的甜蜜負擔 記著看看黃玉婷 裁縫報導